近日,54岁李克勤罕见现身在某活动现场 在现场,他还演唱了他多首成名歌曲 给观众们带来了一波回忆沙 就在活动结束后,李克勤在后台受邀采访 在采访中,李克勤也表示这是他今年第一场演出 由于疫情的影响,今年基本没有工作 如今收入甚至都开始吃紧了 最后他还表示,也希望能尽快回内地参与相关工作 据悉,李克勤曾买下价值5000万的豪宅 只是为了方便他的儿子能上贵族学校 儿子上的贵族学校一年的费用就将近需要20万左右 因此,对于李克勤寒惨的情况反而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 大家都表示,作为一名歌王人物 出道几十年易经赚的盆满钵满 如今停止工作不到一年就开始吃紧 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台語 台课 台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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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語